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是professional committee 然后您也可以提供以前的这个组织里的成员 他们因为是很有名的或者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 来证明您被选入这个组织也是有足够的qualification的 那像其他一些如果只是交钱了就可以加入的会员或者组织 那就不满足这一条的要求 据media report呢 如果您是把media report当作杰出贡献中的一项来claim 那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满足 比如说Science Daily啊或者是F1000 他们有评价或者报道您的工作 那都可以作为media report来使用 那如果您是想单独claim这一项呢 那最好至少要有一到两个个人专访 把您作为业内的专业人士采访的内容放进来 这样会比较好 那media report里边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移民局在RFV里边有提出 如果是个人社交媒体 比如说Facebook Twitter或者是personal blog 有评价您的工作 一般建议是不要包括这样的内容的 因为它是personal ideas 然后可以修改的 所以如果有objective evidence 我们建议还是选择客观的证据 那还有一条呢是关于wikipedia的 wikipedia是一个非常 有信息量很大的网站 但是移民局有一次在RFV里边 有提到wikipedia的内容 也是可以个人修改的 所以建议如果您能够从 美国国家政府的网站 或者其他一些客观网站上 找到相关证据 也尽量不要使用wikipedia的文件 但是如果您找不到其他证据 那勉强也可以使用 下一条review review一般我们要求客户提供的证据呢 是editor给您的invitation letter 还有thank you letter 那如果在journal它自己有数据库 显示您为这个journal 审过多少篇文章 或者是pablum的review record 那都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这个review是您帮您的老板 或者是帮其他的pi做的 那邮件不是直接发给您的 而是发给其他老板的 那这样的证据就不能作为 您是审稿人直接使用了 所以建议还是找 直接邀请您来审稿的这样的证据 比较有利 再下一条呢publication 这条好像问题不大 因为一般是general publication 那如果您是computer science领域啊 或者是数学领域 那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会议文章 conference proceeding 这些也可以作为publication 立在这一条里 那如果是发在校报上的文章 university level的journal 那尽量就不要包括 我们还是找有影响力的 全国流通性的杂志比较好 critical role和high salary 这两条呢比较case by case了 所以如果您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您可以联系我们律所 我们再跟您的详细情况 再仔细分析 最后再提醒一下 在上传证据的时候呢 请尽量保持证据的原始格式 比如说您有一个网站报道 那您可以使用print as pdf的形式 把它存成pdf 或者是直接就是截屏 screenshot存成jpg格式 尽量不要用copy paste 把它粘贴到word版本里 因为移民局认为这样的证据 是属于self-made evidence 因为有修改篡改 或者是拼接的可能 所以他们比较不认可这样的证据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是有条件的话 尽量保持证据的原始性 还有原始的内容 原始的format 这样的话证据就比较可靠一些 好 今天就聊这么多 下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请联系我们律所 谢谢 谢谢